3 2 1 炎火 10月30号凌晨4点27分 搭载玄州19号载人太空船的长征2号火箭 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 大约10分钟后 玄州19号太空船与火箭成功分离 进入预定轨道 发射过程TVBS采访团队全程直击 带大家来看一下发射场内的状况 在我右手边的这一栋 它是一个控制楼 在此之前 它已经和前方的火箭 进行所有的测试和对接 在我背后的这一栋的话 它则是卫星发射中心 里头有一个备份的火箭 大陆启动新一轮太空任务 多国媒体派人到场 这次备受关注任务之一 就是第一次带果蝇上太空 开展生命科学研究 果蝇的许多基因与人类基因具有相似性 其研究可以获得对人类遗传疾病的认识 为研究人类自身 在太空的适应性奠定基础 我们研究骨骼 研究肌肉 研究神经 这些细胞啊 包括这些微重力对它的影响 神舟19号三位太空人 有两位是第一次执行飞行任务的90后 当中王浩泽是进入太空的第三名大陆女太空人 包括美国包括其他一些国家 现在咱们这个航天发展也都很快 就是展示航天探索 是我们人类共同的事业 需要我们各个国家通力合作 神舟19号表定在太空注点半年 要完成太空站碎片防护装置安装 舱外载重及舱外平台设备安装与回收等 86项太空实验和测试 TVBS新闻陈向如 谢前夕 甘肃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